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刚刚我们今天是在审查总统提名 您成为下届总长候选人的审查作业 在这段期间 前部长王清风辞职下台 这是一个很遗憾的事情 不过我本席刚刚看到李静玉委员咨询的过程当中 他认为您是刺杀王清风部长的 这样子一个凶手 我觉得指控贝迪事实太多 用字谴质啊 我觉得太过于政治化 我在这里再一次请教部长 代部长 刚刚前面委员 特别是纪委员也请教您的时候 您说王清风部长发表那封公开信的时候 您事先看过 看过 你有给他什么样的意见吗 没有 我觉得那一篇蛮是非常清楚地表达我们部长 对费处死刑这个理念 我请教您 他那一封是以他个人的名义 还是以法务部长的身份 就死刑的问题发表法务部的政策意见 那个是他要接受时报周刊专访的时候 他已经写了一两个礼拜了 您觉得那篇是他个人的意见还是法务部的政策意见 部长就是代表法务部 没错 对 所以他的谈话就代表法务部的政策意见 对对 我们做幕僚 我在这里要特别 我不认为我觉得刚刚李俊一文的话用词太过超过 太重了 完全不是 可是本系有一个意见 您当时身为政务次长 一个部长他可以有死刑的个人理念跟看法 但身为部长他发导这么重大的被访问的谈话的时候 他应该是代表法务部的政策意见 这么重大的事情 没有先承报部里面没开过会 也没有承报行政院讨论 还没有做成决策之前 其实是不太适当的 如果今天他是个人 以学者 以个人想表达 他对于死刑犯的理念跟看法 这点 那篇文章我很佩服 我也很敬佩 但身为法务部的部长 这个政策都没有定 何况现行的法律 刑诉法也没有修法 是不是应该依法行政 如果今天法务部的部长 可以因为个人理念 个人的信仰 而不依法执行 而不依法执行现行的法律 他是现行法务部的部长 那么又如何 来统算 本西是非常遗憾 造成他的去职 那么在这里 一个政务官 跟事务官 有严重的分野不一样 而法务部的部长 跟检查总长的角色 也是完全不一样 所以今天您到我们委员会来 一个是代理部长 一个是总长候选人的角色 两者是完全不一样 本期在询问您的时候 我会分出这个界线是不同的 第二个要请教您的 最近看到很多民众都在反映 司法改革 司法改革 尤其外界 今天早上我们办了公听会 相当多的法界的学者专家 或检改会的人 他们反映有一个重点 本期在这里帮他们请教一下 就是外界对于检察官 滥权起诉 所谓定罪率过低的问题 导致人民对司法的信心降低 这一点 如果您上任之后 您要如何处理 我想跟委员报告的 就是定罪来讲 我们检察官的通案 通案的定罪率是9成5以上 这个定罪率是蛮高的 他们有提到好 您提到通率好 如果我们扣除掉 酒罪驾车 扣除掉一些持有毒品 根本不需要其他另行调查的部分 或自白的部分的话 其实我们的定罪率 其实是很低的 全世界各国统计的都是一样 日本也有这个酒罪驾车 所以他 全世界统计这个通案性的定罪率都是一样 没有说把这些扣掉 日本的定罪率是多少 9成9 99.9 没有错 9成99 为什么日本这么高 日本的体制跟我们不一样 日本有 它的还起诉 没有罪名的限制 没有罪名的限制 换句话说 贪污化 它也可以还起诉 虽然贪个100块 所以对这个问题 您担任总长之后 要如何处理 我跟委员报告的就是说 在王部长上任以后 有采取一连串的措施 那么这个定罪率 贪污的定罪率是有提升很多 从97年5月20号以后 以后的贪污的定罪率 已经7成2.7 7成2.7 比过去的平均值6成了 所以你认为这不是大问题了 是 你认为这已经不是问题 这一部分在王部长的督促之下 我们要求我们的检察官 将来最贪污案件 一定要所掌握的证据 一定要能够让罚关 这不是贪污案件 这个严重的就是贪污 比较定罪率比较偏低 比较偏低 六成偏低 所以一拉下来 就变成9成5 只要贪污能够拉高一点 这个9成5就可以 跟日本一样高一点 怎么拉高 就贪污的定罪率 现在王部长在督促之下 这个贪污的定罪率 已经提升到7成2.7 比过去 大概58.2 提升很多了 所以您认为现在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现在已经慢慢在改善 想跟委员报告 慢慢在改善 所以您上任之后呢 就不需要再 有改进 因为我们也要求调查局 过去调查局 这个只要移送检察官 他的分数就拿到了 所以我们在上任以后 也要求调查局 调查局在97年的12月 已经把他的平稳表改进了 也就是说 那个 检察官起诉 有罪 他也配一部分的分数 我想这些细节的问题 您要做一个政策性的宣示 大家总长的角色 跟您过去担任 检察官角色是不一样的 您在这个政策面 一定要提出来 另外对于法官法里面规范 法官跟检察官 在司法官的角色上面 您认为有没有必要制定 检察官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特别特别 目前外界质疑 例如说 曾静元检察官 他当初的行为上的 一种偏差跟作为 虽然做行政处分了 未来 要不要建构一个 检察官的评鉴制度 来淘汰不适人的检察官 有没有必要制定检察官法 尤其跟司法院 就法官法上的冲突 怎么解决 请教您 是 我们非常法国部 非常赞成 来制定这个 评鉴的法律 现在的评鉴的办法 是一个行政规则 那行政规则 从85年到现在 坦白讲 这个绩效有点 跟外界有点落差 所以王部长任务的时候 在97年的9月 已经把司法人员 人事条例里面 增定一个评鉴专张 那么送给司法院 希望能够 这一部分 用法律来约束我们的检察官 这样效果比较强 这一部分我们是支持的 检察官法呢 那检察官法当然是 这个是外界议论纷纷了 我们就说 单独制定检察官法的话 有让检察官变成 上命下从的行政官法 行政官法的话 对我们国家的这个 司法的主义 会吗 那我请教您 那定制法官法 就不会造成这个问题吗 让司法审判 受到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我们是希望能够制定的 那为什么法官法 不会发生这个情况 检察官法 就会发生这个情况 这逻辑上面 是说不通的 对 因为法官法里面 因为法官法 它检察官的部分 是用准用的 用准用的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 制定一个司法官法 因为我们现在国家 就是说 检察官跟法官 就是司法官 所以用司法官法 或者是检察官 及法官法都可以 都可以 这样子情况 还是没有解决这些问题 代部长 还是没办法解决 您觉得 要不要制定一个 检察官法 做区隔 而检察官法 事实上外界很多误会 以为定了检察官法 检察官就不是司法官了 就没有司法官加紧了 很多权力都不存在了 其实不是 检察官的考核 评鉴 检察官的申迁 福利 其实在检察官法 可以一并制定 保障他的权力 跟义务吗 就立法经济的原则 上来看了 检察官跟法官 就是司法官 所以应该 规范在同一部法典 比较下单 其实可是我们 新司法修改之后 以现在的情况 您还认为 他们两个 检察官能够 适用法官法吗 那当时这个 这个争议 如果司法院 坚持他们的立场 你怎么办 这个 现在我们吵了 二十几年的 这个法官法 在欧洲国家 就吵了五十年 他们开始也是分开了 那么现在 现在也是合并定在一起 现在奥地利也是把 检察官法 跟法官 还有一句话说 代表长 我是更侧面来质询您 询问您 换句话说 您认为没有必要 您反对制定 检察官法了 因为在我们 现行国家的 这个政治盘质之下 还是合并逆法 用司法官法 或者是 法官 及检察官法 这样比较妥适 我个人的看法 是这样子 好 最后 我实际的关系 我请教 刚刚 包括纪委员 请教您 退场机制的问题 您回答说 要统一制定一个 退场机制 本席也特别提醒您 目前中华民国 所有的政务官 都有他的退场机制 事务官也有 那么为什么 独独做总长 因为 总长 我们经过修改 法院组织法 总统提名 立法院行使 人事同意权 目前 行政院里面 几乎 连院长 都不是由总统提名 立法院行使 人事同意权 而且任其保障 因为这个原因 才有所谓 退场机制的讨论 其他的官员 都不在内 都已经有 法 名文的规范了 这边本席要特别 特别给您提出来 所以 您认为 现在这样子的 法院组织法架构之下 总长要不要退场机制 统一制定比较妥 委员所讲的退场机制 就是 您的统一制定是说 跟部长呢 还是跟其他的哪些 其他像大法官啦 考试委员啦 考试委员啦 监察委员啦 审计长啦 这些都是经过大院同意 总统任命的 那么他们都没有退场机制 他们的退场机制 就适用一般的公务员员 就是公务员惩戒法 测职 公务员的任用法的免职 这个退场机制 这是适用一般公务员的 就单独的 退场机制来讲 是没有的 不过 本系最后一句话 大法官 考试委员 监察委员 省计长 他们跟总长 NCC 还有中全会委员 都是这样的 他们是特论官 政务官 跟总长 在任用上面的身份 是不一样的 本系在这里 特别 特别给您提出来 可是 外界官站上面 总长的影响力 对于检察官 对于刑事政策 的影响力之庞大 之重要 众所瞩目 所以再次给您提醒 也祝福您 谢谢 谢谢